是的,接下來星期五就恆指貴檢 去年改革的時候就說過 去到今年年中 其實就要由成份股由55隻增加到80隻 其實合共要加25隻 不過過去三次的貴檢 其實合共只加了9隻 大家就在想會不會追加呢 其實限期前就只剩下兩次貴檢 大家關注著數目方面 你猜今次的貴檢增加了多少隻 還有你自己有沒有心碎呢 其實你問我 我真的不要理恆指成分股的貴檢狀況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都說做股市 你最重要的是說你從過去 就是你有個想法是很合理 但是問題就是你看看過去幾個季度上面的檢測 結果上面 就是那個貴檢結果上面 好像說2688那樣進入了恆指成分股 但是完全不會有氣息的 網易、京東都進入了恆指成分股裡面 都沒有任何氣息 因為最主要都是看回大環境變化上面 你未來會多了很多成分股進去 但是變相你也都說了一個貪房效應 或者說實際上被動資金去追 那個意欲都不會特別高 或者那個momentum不會特別強 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說 在未來大約是過去三個月也好 或者未來半年這些時間左右 我相信被動資金推動一隻股份去升去跌 不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這半年來你也聽過 甚至連北水去追進一些股份上面 我都沒什麼興趣 也都不會把焦點放在裡面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炒momentum trade的話 你博行至貴檢上面 這個是一個最不直博的選擇 相反地你說 可能貴檢上面我們看到近期 或者過去這半年經常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在貴檢前發生一些資金去追 駁他入貴檢 相反地一入貴檢之後就立刻跌下去 而這些狀況出現有些什麼 好像斯摩爾、龍夫山泉 可能已經是反映著這些狀況 看到近期股價走在上面 已經叫做比較硬正 但問題就是說如果你看貴檢上面 只剩三四天左右的時間 你沒有什麼稅為去駁 我想我們覺得靜觀其變 吃下花生好過 相反地未來你去做什麼 做trade 你真的要駁短線 要去投機的話 我寧願駁港股通名單裡面 雖然我也不是很看重 去掃股份那些相關的炒作 但如果你在短線投機意欲上面 按比較相比 你駁被動資金去追行資成分股 那直駁率是沒那麼高的 相反地你駁一些 未來有機會駁水數 人買我買炒上來的 我覺得比較好 而你說駁港股通名單 是很簡單的 你又看這些 有些什麼股份過去這一年 升了很多上來 去到50億市值流上 有機會納入在一個 恒指綜合成分股裡面 跟著從而北水可以去買 而當中就是其中一隻 就是講過一年 我都比較喜歡的股份 那就是1798大唐新林園 那所以如果短線 要駁貴檢這些因素 我就不是駁恒指成分的 貴檢上面的 身份上是駁有些股份 可以納入港股通名單 跟著從而盲目去炒一枝 所以你轉身要轉得很快 那大唐新林園這些位置 你可以試一下 三元做紫舌 就駁他上分三個半至四元 這些位置 按下大唐新山 按下錄片 Vi